这个单元我们要探讨的就是直线方程式 那在针对直线方程式里面 我们要来探讨它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叫做斜律 那斜律的英文我们叫做slope S-L-O-P-E 叫S-L-O-P-E 但是呢在我们的数学领域里 我们用来代表斜律的一个代号 我们最常用的是一个M方代号 那再来呢我们再探讨一个叫做直线方程式 就是在国中阶段我们已经学完了 那在高中阶段我们给它一个叫做标准式 我们会给它叫做Y等于AX加B 也就是说我们会以Y当做左边的唯一的一个代数 那把A跟其他的常数呢放到右边去 所以Y等于AX加B 那比较常遇到的就是因为斜律最常用到的代号是F 所以我们Y等于MX加K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稍微说明一下 M呢代表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斜律 M代表的就是slope S-O-P-E 那K代表的是对Y轴的斜律 就是说这条直线 它这条直线切到Y的地方 那个地方的坐标值 比如说我这边切到的是-3这个地方 那么对Y轴的斜律就叫-3 Interception on Y-axis 那再来如果是切到的是1,2,3,4,5 我这里要直线是这样切下来 那么对Y轴的斜律就是5 所以这个叫做对Y轴的斜律 那当然也就是对X轴的斜律 那在方程式里面呢我们就简单的先说明 整个直线方程式的标准是就叫Y等于MX加K 第一个MX叫做斜律 第二个就叫对Y轴的结局 那有了这个之后我相信对于直线方程式 基本上不用去被任何的所谓的斜律师2.4 都可以Anyway都不要去理它 你只要懂得斜律的概念 再来所有的直线既然叫直线 再代表直线是不会转弯的 既然不会转弯代表的是什么呢 它的坡度它的斜律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永远记得一点斜律直线方程式的斜律永远不会改变 好 再来呢我们就以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把这些式子把它简化一下 我们来以一个叫做Y等于2X加3来说明这个东西 如果以国中的程度来讲的话 Y等于2X加3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 这是X 这是Y 那我们会做0跟0 那我们发现当X等于0的时候Y就是3 所以也就是说当X等于0的时候Y就是123 它会跑到这里 那这个点是不是就代表这个直线 不管是这样切或者这样切 因为我们现在先不要去管学历的问题 不管这样切还是这样切 碰到的Y轴就是3这个地方 所以它的对Y轴的斜距就叫做3 那英文上就是intersection of Y 那再来呢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写一个3字 那当Y等于0的时候呢 当Y等于0的时候是不是会发现2X就等于-3 也就是说X就是-1.5的意思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不要用0 我是不是可以用它们的最小功倍数 比如说我今天Y我就偏偏要用6 偏偏要用9也可以 那你Y用9也可以 那其他anyway都可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当你的Y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的X就是-1.5 那-1.5的情况之下 就是-1.5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 这条线我们就可以利用两点乘一直线 我们就把它画起来 但是呢真正这是国中的算法 就是-1.5或者-2分之三 但是我要探讨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今天我们是这样子去做两点乘一直线 这是以国中的方式 现在我们要把它时间 把它当做一个一个时间轴 或者是一个任何的一个时间区 都可以把我们往右边去看 也就是说当我X等于1的时候 我要在这边再多加一排 蓝色的 当我X是1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最重要的 当X是1的时候 是1去乘2 会变成2 如果说这个数字是正的 代表我的1往前挪的时候呢 从0往1挪的时候 因为1本身就是正的 我往前一格就是正的 正的乘正的就是正的 对不对 所以对于Y来讲是一个 渐进是increasing增加的 也就是说越往右边Y就是越来越大 所以呢 这个2控制的Y 往右边的时候是越来越大 还是越来越小 我相信如果同学们家里有 亲人们在玩股票的情况之下 非常的清楚这个东西 只要看到这样子的股价的话 我想我相信你们家全家 都是每天笑呵呵呵的 就是我每过一天股价就增加 每过一天股价增加 而且这增加的非常恐怖 搞不好哪一天调查局就会来调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只要发现这边的数字 这边的系数 我们在这里当然已经先提前讲好了 它叫做写率 写率如果是2的话 相当于在股价市场上 代表上扬上涨的意思 所以呢我这里故意写一个1 当1的时候2加3会变成5 也就是说我会得到了 在这个地方 我会得到3、4、5 会得到这个地方 会得到5这个地方 其实我真正关心的是这两个点 所以这里呢我就叫做0跟3 这里叫1跟5 好我要说明了在这边 今天呢国中的做法 我不去理会它了 今天呢我只要第一个 03这个我一定要找出来 也就是说以后03是不用刻意去画这个图的 我只要从这边尾巴 我只要设计成它的标准是 我只要知道这个后面这个数字 就是对Y轴的拮据 所以我只要看到Y等于2X加3 我这个不看 我就可以知道它在这边 一定有一个叫做intersection 有个拮据在 再来呢我看到这个2的情况之下 代表我往右边一格 它一定会涨高两格 也就是说股价每天 每过一天的话 它股价增加2块钱 所以呢你原来是不是在3的地方 我就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一个三角形 所以你看哦 今天这个对应过来是1 你看我只要增加1 它这里就有3的位置 这个是3的位置 跑到哪里呢 5的位置 所以它就从3的位置增加到5的位置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知道什么东西叫做斜率 所谓的斜率呢 我们就利用这两点来看 所谓的斜率 斜率或者你讲M也可以 Anyway 不管怎么讲 我们来讲这个点 如果03当A点 15当B点的行动之下 我们来利用这两条 A跟B所连成的这条直线 我们就可以抓到它的斜率 我们就斜率呢 用它后面的点去减前面的点 后面的前面的点减后面的点都没关系 但是分母记得要放的是X轴的数字 也就是说在老师的习惯上是喜欢用后面来开始减 比如说这边是1到0 1到0的距离 我只走了一个 就是我从这个地方 我只从这边走了一个 也就是1去减0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数字从5 Y的数字从5呢 从原来的3走到后来的5 所以由5去减3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的斜率就2 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这个2代表的就是A 就是所谓的slope 就是这个斜率 有了这个基本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来看一些简单的东西 第一个 我们来看白色的部分 白色的部分呢 第一个点在23跟56 我们来去找它的斜率 那23跟56很简单 是不是也可以冒成一条直线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里 把它简单的点 两个点连在一起 2356把它连在一起 好那请问这一条 我用白色去计算它的直线 这条叫L1 那L1呢 也就是说m slope of L1 我们用代号m of L1 我们就m1好了 m1 of L1 怎么算呢 在算法上很简单 我们只要2到3 你看到2到2 3走到56 是不是2走到5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是不是可以画一个三角形 所以这个地方是2 这个是5 所以这里走了三格 那它的高度是从3升高到哪里呢 升高到6这个地方 所以由3到6 是不是也升高到3格 那简单来讲就是我每走一格 它的高度就增加一格 所以它叫做正斜率 所以它也是骨架上扬的 那在计算上呢 我们一样从后面减上来 当然你从你喜欢2-5放分母 3-6放分子也是可以的 但是不用去刻意去记任何的公式 我们只要知道它的逻辑就好了 那在我的逻辑上呢 我比较喜欢顺着去思考 也就是说你未来的变化去减在原来的变化 就是所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率 这是比较符合直观的一个思考 没有对或错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 但是记得是以S当分母 以S当基准 也就是说 S没走前进一格 我的Y是上去多少或下去多少 这影响了斜率的一个斗度 到底下情多少跟上扬多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L1来讲的话呢 我会用5 记得是用这个5 5去减掉这个2 所以就会出现5减2 再来呢 高度是从6去减掉3 所以会出现一个叫6减3 所以答案就是1 这就是第一题的做法 那第二题的做法呢 就是红色的 红色的话 它从-32 -32这个点走到1跟-3 那我们就把这里连起来 把它连起来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红色的 我们就一律用红色的去做代号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叫L2 那这时候我们要算的是M2 L2 那算法上很简单 一样1跟-3是在这个位置 那-3跟2是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在描述它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三角形 也就是说 你的身价一直在下跌中 这是很抱歉的一件事情 所以它从2这个地方呢 一直掉掉掉掉掉掉掉到-3 从2开始掉到-3 那总共掉了几格呢 这边就掉了5格 那我们这边就刻意的写上-5 也就是从2掉到-3 总共掉了-5格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斜率 就是平均每4格就掉-5格 答案就是-4跟-5 那算法上呢一样 再算法上呢 我们用X轴的1去减掉1 去减掉这个-3 所以1去减掉-3 再来呢 分5的部分会用-3去减掉2 所以-3去减掉2 所以答案就会出现 这边1减-3复5得证就出现4分之-5 这是第二题的写率 再来呢 我们就要发展一个公式了 公式是大家都很喜欢的 但是我觉得 公式是要用我们的逻辑 去把它推导出来的 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永远在心里面刻画抹不去的一个概念 这个才叫真正的领悟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一个数学有领悟 我们再对数学才会有兴趣 有兴趣是分数就会慢慢的increase 就像我们的写率一样 分数一直增加 所以我们在这里画一条线 我们利用黄色的 我们用黄色来做一个公式 叫黄色 那既然这条黄色我们就叫L3 那L3的公式呢 那我写在这里就是M3 of L3 M3of L3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它是不是在X轴呢 从X1走到X2 所以在写法上 我就会用X2减掉X1 那当然我这边是往上扬的 因为我心中是属于开朗的 勃勃的 正向的 积极的 努力的 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往上扬 每一天 明天比今天好 后天又比明天好 这样子的人生才会是好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X2减掉X1 去分支Y2 减掉Y1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邪律 那以上是邪律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 在这里多此一举再讲 如果说要X2到生活上的话 我们有所谓的交通 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上 不管我们骑摩托车 脚踏车 汽车 在道路上有所谓告示牌 如果说今天在道路交通 有一个上坡的一个告示牌 它出现了一个说 注意前方有抖坡 9% 那如果碰到这种9%的抖坡 要记得它的意思不是百分之 不是我们这里面的邪律 一格多少的意思 而是说每前进100公尺 它会上升9公尺 那这种坡就叫做9% 这个一定要特别放在心里 因为我们在学数学 绝对不可以 只是关在县雅塔里 学一些基本的理论 我们还要牵扯到外面的生活常识 所以记得 以后看到爸爸妈妈在开车的时候 看到9% 或者骑脚踏身 看到9%的坡 就代表说 爸爸要注意 前方100公尺 平均会增加9公尺的高度 那如果看到15%呢 那就蛮陡了 100公尺它会增加15公尺 那如果看到-9%呢 那就是一个比较急的下跌 每100公尺 我们就用红色的话 在这100公尺里面 它可能会下跌 换-9公尺 这个就是-9公尺-9% 这个就叫做 我们一般现实生活上的一个 道路交通的一个邪律的一个表达方式 以上是我们对邪律的一个比较宏观的概念 也讲的蛮仔细的 从每一个细节去跟同学们沟通 所以希望对同学有很帮助 同学加油